從五四兩旅退伍的X先生 在新聞龍捲風節目裡面就爆料 說洪仲秋死前有一個串政大會 一共有11個人去參加 而這場串政大會之後 洪仲秋他的大兵日記 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那天大家還記不記得我昨天說了什麼 我昨天是不是說到 我們有一個串貢大會 我現在就來點名了 點清楚 就是7月3號 大家知道7月3號是什麼日子嗎 就是洪仲秋他遇害的那一天 那一天他那一天就是 從醫院開始急救 急救快無效被把管 還沒有過世的時候 五四兩旅做了什麼事 在沈威之旅長知道這整個案情之後 他做了什麼 他約談了呂不連的高情 甚至還包含其中一個高情是誰 就是徐姓正 呂不連連長徐姓正 其中談了什麼大家大概都有一個目 大家心裡大概都有一個那個 可是呢 徐姓正回到呂不連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召集了大概有關案情的 十一個軍官 其中包含了吳亦竹 范左縣 劉延遜 陳以仁這些人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討論 我們要怎麼把洪仲秋這整個案子 情形給兜籠 在你們7月3號開完會的時候 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把大兵日記 體檢報告 身心評估 嗯 視頻會記錄 這些重要資料 全部就這樣 一天一天慢慢被收集起來 被你們管制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表示說要把滅證掉嗎 那你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到底上面有沒有更高層的人 來受益你們做這整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發生什麼事 今天五四兩旅的旅長 沈威智 他終於被約談了 過了多久 21天了 大家都把證據指向說 他把證據全部指向說 這是我的兩個副手 或者是我的副理長在著手 他本人根本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沈威智我想請問你啊 那你7月3號你有沒有找徐姓正 你講的這些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那天談的是 叫徐姓正去面證的話 你是不是也是相關的案情 相關的人之一 你為什麼現在可以在外面 我現在再來講7月4號 7月4號發生了什麼事 7月4號徐姓正因為第一天 他發現有一些事官 有一些其他任六人 其中已經有一些 他們的其他人的心聲已經出來 就是覺得說我們這樣子做 會不會是串政 會不會對自己有危險 他們心裡面開始害怕了 心裡面開始擔心了 於是徐姓正他找了 這時候軍高檢還沒開始來查他們 這時候軍高檢都還不知道這件事 對 媒體都還沒有報導 大家都還以為整件事只是269旅 單純的269旅把人超時 沒有想到五四兩旅 做了那麼多手段 把洪仲丘用快速的方式送去關緊閉喔 這時候徐姓正找了五個人是誰 陳以仁 范左憲 劉延峻 吳亦足 你們又在講了什麼 你們還是在針對整個案情的內容 你們要套出怎麼樣讓你們 快速中緊閉的事情不曝光嘛 最後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這一天 范左憲在他的寢室門口說了什麼 晚上睡覺前他說了什麼 我們這次可以全身而退 什麼叫全身而退 范左憲說可以全身而退 對 我再更誇張告訴你們一件事 所以裡面有童年的人聽到他講這句話嗎 大家都知道你們在串購 你們軍檢在約談什麼 你們這幾天約談了多少五四兩旅的弟兄 你們有沒有約談到重要的人啊 你們就這樣把大家調過去 你問什麼 你問的是什麼 你問的是洪仲丘生前的案子 你怎麼不去想7月1號 7月3號 還有之前他們在串政的事情 你們要不要約談